也就是已經經過218個月了 那這個ETF呢 你如果每個月定期訂了1萬塊 到現在 因為它自己就會成長 我們過去都說台灣50就是低於50塊以下買 然後高於50塊以上賣 現在你幾乎不太可能看到50塊這個價格 沒有這個價位了 對 它都快150了 對 所以其實它成長是很可觀的 那你如果放了218萬在裡面 成長到現在 你其實已經累積資產到720萬左右了 那年化的話 你的報酬率大概有6.76% 我會給大家兩種建議 一個是如果你現在有一筆本金 而且這個本金就是你五年內 大概不會動用到大家的閒錢 我們用閒錢投資 你不要說下個月 我要把它當生活費的錢拿來投資 那很可怕 對 那如果你有本金的話 我會建議你也不要多 你就是拿個例如說現在有13萬 那你就可以去買到一張台灣50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管什麼高低點或是趨勢 你就直接先買一張 而且你要跟自己約定 未來10年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它漲了一倍 漲了兩倍 或是它腰斬都不要去賣掉它 為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在投資ETF的時候 你如果完全沒有投資經驗 我會建議大家學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學習什麼叫做長期投資 10年持有就是一個長期投資 你會從中去學習到 其實我一直不動它 它反而會一直不斷的漲上去 我領到佩琪就再把它放進去 它會是負利成長的 你如果真的學習到這件事情 那真的太棒了 你的成本 學習成本就是13萬 那你如果學習習到這個東西 它無價 因為你找再多的 再好的老師教你這個東西 都教不會 也是這樣的 我們第一個要先判斷 就是說你是不是 投資到一個主流的ETF 譬如說如果說你投資到 比如說像現在台股很夯 你投資的是005、0056 還有一些比較新的 比如說公司治理或ESG 是這種主流型的ETF 趨勢產業是沒有前景的問題的話 那的確來講是沒有問題 你可以繼續投資的 但是我會建議大多數的投資朋友 儘量要避開所謂的槓桿型 跟反向的這種ETF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槓桿型跟反向型 通常來講它有期貨的因子在裡面 那麼有期貨的因子在裡面的話 它波動會變得非常的大 甚至於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有時候甚至於 其實ETF已經有幾檔 已經下市了 就是因為它裡面是有槓桿的 這個因子在裡面 那麼你用原型的ETF呢 我覺得基本上投資就好 很多人都會說公開對賬單 可是我覺得那個百分比啊 或是你賺多少錢 都不是重點 PTT很喜歡叫鄉民拿出來 拿賬單出來 我的確提供了類似對賬單的東西 但是我要大家看的是其中一欄 叫做你的持股時間 好我們來看一下你剛講的這個趨勢圖好不好 你那個持股的時間到底有多久 這個其實是我用那個一個網站的試算 讓大家知道說台灣最有名的ETF就是0050 那你如果從0050一開始上架的那一天 開始定期定額每個月投資1萬塊到現在 你總共放進去的本錢是218萬 也就是已經經過218個月了 那這個ETF呢 你如果每個月定期定額1萬塊到現在 因為他自己就會成長 我們過去都說台灣50就是低於50塊以下買 然後高於50塊以上賣 現在你幾乎不太可能看到50塊這個價格 對啊沒有這個價位了 對他都快150了 對所以其實他成長是很可觀的 那你如果放了218萬在裡面 成長到現在 你其實已經累積資產到720萬左右了 那年化的話你的報酬率大概有6.76% 所以大家也要獲得